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实在不像同学啊 主要是因为我发育的比较早 这问题在我身上 很高兴啊 新的一年刚开始 不错 在这一年之初呢 就能够跟这么棒的表演团队 在这么棒的场地里边演出 您过奖 心里边感觉到非常的兴奋啊 我们也很高兴啊 今年是马年对不对 没错 在这呢 先向在座的各位拜个晚年 祝福各位大朋友小朋友 什么 一马当千 好 龙马精神 不错 马到成功 你看那吉祥话还不少 马尺徒增 飞驴飞马 马马虎虎 别说了 怎么了 你这是吉祥话吗 问候人有这么说的吗 对了 前面说的是吉祥话 后边呢是跟各位开个小玩笑 别开玩笑 这就是应了我们今天要说的那个主题了 什么主题 别扭话 别扭话 哎 有些人呢 其实他没有什么恶意 嗯 说出来那个话都是好意的 哦 是啊 可是听到人家耳朵里边的总觉得很别扭 有这些话吗 有 就拿我来说吧 怎么样 今年过年 大年初三下午 怎么样 老婆带着孩子回娘家去了 就你一人了 哎 我一个人没事啊 坐在家里边看电视 真无聊 哎 电视正在播的过年特别节目 什么呀 主持人跟观众连线 征求这个马年的吉祥话 这是抠印节目 哎 对了 哎 我也想 哎 这个吉祥话我会的可多了 是啊 得了 给你们提供几个吧 那不挺好吗 拿取电话 嘟嘟嘟嘟嘟嘟 哎 真巧 一播就通了 运气不错 哎 马上就跟主持人连线了 哎 哎 就在那边等着 就看到电视机里面主持人说了啊 哎 下一位 内湖的李先生 哎 那不是你吗 哎 对 我说 哎 是是是 我 我就是内湖的李先生 李先生连上线了 哎 李先生请问您要祝福我们观众什么吉祥话呀 跟他们说说 哎 我说 我祝福各位观众朋友 马年 哎 喂 喂 怎么了 就这个时候电话断掉了 哎呦 节骨眼就泄露不通了 我急着啊 就看到电视里面的主持人说 哎 内湖的李先生说请说话 内湖的李先生 不通啊 哦 对不起 李先生挂了 哎 咱 这话听起来够别扭的 我说我没挂 我还站在这儿呢 你别跟他生气 这主持人太不会说话了 大过年的就听人家说你挂了 多别扭啊 难听 哎 哎 算了 这电视也甭看了 对 出去走走吧 也别老窝在家里 嗯 啊 我就走下楼 嗯 准备开了我车子出去啊 开车出去走走 正一开车门 呦 怎么了 我那车怎么搞的 嗯 轮胎别了一个了 哦 才几天没开就出状况了 去 算了 嗯 换轮胎吧 换一个吧 我打开了行李箱 嗯 拿出了备胎 千斤顶 蹲下身 正要开始动手呢 怎么样 就看到我们二楼的那个一个痞子 嗯 叫林小明 小流氓 哎 平常呢 我就懒搭理他 嗯 这家伙 嘴里没有几句好话 是啊 不是过年嘛 那总得应对应对 就是啊 见了我还跟我拜个年 哎呀 挺好 李大哥 嗯 恭喜啊 不是很好吗 哎呀 哎呀 恭喜恭喜 哟 怎么了 李大哥 啊 没气了 没 这话听得很奇怪啊 我说我气足的呢 我一肚子气 哎 跟这种人不值得生气 不管他了 嗯 换轮胎 好不容易把轮胎换好了 这下可以开车去 郊外走一走了 哎 走哪去啊 干嘛 皮都黑了 你折腾一下我 哎 算了 肚子也饿了 吃东西去吧 吃东西 哎 老婆又不在家 餐厅又不开 你到哪吃啊 这你就没经验了 啊 过年餐厅不开 夜市可人多的呢 哎 对哦 对不对 到夜市 开到我那车 直奔士林夜市 好啊 好 一到了夜市 话无地怪怪 怎么样 人山人海 万头钻洞啊 人还真不少 哎 我一想 白天受了这么多气 晚上 非得好好吃它一顿 是应该 哎 喂老喂老自己 那你吃什么呢 哎我最爱吃那个猪脚 吃猪脚 哎 好啊 可是我找不到那个猪脚摊啊 那还不简单 你打听打听吧 对 我就问那个第一个摊位的老板 嗯 我就请教了 哎 请问老板 这哪里有卖猪脚的 他怎么说 他说 猪脚往里走 猪 哦 那那你就进去吧 我不敢动了 你怎么不敢动啊 我这么一走 我成了猪脚了 都误会了 你看 哎 那你还得吃啊 没错啊 总算是找到那个猪脚摊了 哎呀 可是人多呀 好不容易我挤到一个位子 有位子就不错 对 我坐下来 点了一碗猪脚面 就在这个时候啊 哎呀 一阵香味传过来 还有那香啊 这闻到什么了 哎呀 七里香 哦 鸡屁股 哎 喝 我最爱吃这玩意儿了 是啊 哎 每回闻到这味儿 我就受不了 直流口水 爱吃这玩意儿 原来那个隔壁摊位 卖烧烤 哦 我马上叫隔壁摊的老板 给我烤了两串鸡屁股 这好 然后再到对面去 买了一盘臭豆腐 看来真打算大吃一顿呢 这三样都是我最爱吃的 啊 好 捧着我那那个臭豆腐 啊 挤回了我原来的位子 嗯 我正要坐下来 就看着隔壁摊老板 端了一盘的那个 鸡屁股过来了 哎 这是谁的屁股啊 哎 谁的屁股 还要不要啊 喝 到底是谁的屁股呢 嗨 我说 我在我在 我的屁股 这能听吗 这是 就是 我正不知道 该怎么说呢 嗯 就看老板娘把鸡屁股 往我前弥放 嗯 一边收钱 一边嘟囔着呢 她还嘟囔什么呀 哎呀 过年 我们很忙啊 是啊 你的屁股自己看好嘛 啊 跑来跑去的 还要人家给你送屁股 呵 这到底是谁的屁股啊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呢 嗯 没想到那个卖猪脚的老板也来凑上一句了 老板说什么 小船 啊 你的脚要不要剁呀 脚买 哼 下去了 这是难下业 哎呀 我憋得那口气啊 嗯 一口一口的把这些东西吃完了 哦 也算不错了 就这个时候啊 夜市里面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都来吃了 每一个摊位都是坐无虚席啊 那看来站着的也不少 哎 就在这个时候呢 一个年轻人站到我旁边来了 哦 哎 我一台影 哦 一个国中生 可能在找位子 他也看了我一眼 嗯 然后就冲到远处叫了 嗯 叫什么 大胖 嗯 小歪 啊 不要到处来找了 过来过来过来 干嘛 这小子马上就要完了 这 我看你是活不了了 我咽的那口气 把面汤喝完了 面带笑容的 啊 跟他说了 说什么 没错 我现在就完了 嗯 你请坐 哎 跟你记着啊 你也有完的时候 都气坏了你看 哎 哎 我好不容易把这些东西吃完了 啊 往外走 回去吧 接到我老婆打来的电话了 哦 叫我早点回去 干嘛 说是晚上呢 我那个外甥要来给我拜年 你外甥 哎 哎 提起我这外甥呢 怎么样 哎 人真不错 好孩子 老实乖巧 哦 尤其那双手特别灵巧 是吗 什么东西都能修啊 啊 电脑冰箱电视 没有修不好的 挺能干的 哎 我正好不是有一个古董闹钟吗 那不是早坏了吧 没错 过年前呢 我就想把它扔了 扔了吧 正好他那天在我们家 啊 他就说哎 救救你别人 我跟你修修看 哦 我想哎 不错呀 这要修好的呢 玩意还值几个钱呢 那不是挺好的吧 哎 就拿走了 啊 好了 我回到家里边 老婆也回来了 嗯 我就把白天发生的事 跟她说了一遍 这些事还很少人碰得到 不说还好 嗯 越说能够火越往上冒 还在气着呢 哎 就这个时候呢 电铃响了 嗯 叮咚 有人来了 我说 谁啊 哎 还带着火啊 我呀 嗯 你是谁啊 这么大火气 哎呦 舅舅舅 你怎么连我的声音 都听不出来了 我是您外甥 给您送钟来了 哈哈哈哈